最近阿富汗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不過我們要先等一來看到這三個組織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包含年代比較久遠的蓋達組織 還有這一回崛起的塔利班 甚至是ISIS他們三個組織之間有什麼差別 先從蓋達組織來看起好了 它其實是由賓拉登在1998年巴基斯坦上面成立的 而其實這個蓋達的阿拉伯化就是基礎的意思 而他們是激進的盛戰鬥爭的反對者 而且我們等一來看目標他們是成為伊斯蘭律法來建國 是希望達成這個目標而他們做出了最有名的事件 就是美國的911事件 因此也被西方視為威脅 而塔利班則是阿拉伯與學生的意思 其實他們是由一群神學士宗教武裝組織而起的 而這些神學士他們推翻了腐敗的政府極端統治 在1996年到2001年期間他們是統治了阿富汗 不過後來他們因為窩藏了蓋達組織讓美國來出兵 但是今年他們又再度掌權 那麼前一陣子我們就有提到的ISIS 他們就是伊斯蘭國 曾經效忠兵拉登在2014年他們建了伊斯蘭國 而他們被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 他們的目標是智力打造一個純粹的國家 擅長用社群媒體來宣傳 包含像是Facebook Twitter甚至是YouTube都是他們的手段 不過這三個組織呢其實呢雖然他們都是宗教組織 而且都相當的極端 但是他們也是互看對方其實是相當不順眼的狀態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